第四點就有非常大的問題啦 使用個人運動器具 個人 個人你懂我的意思嗎 bro 禁止混用 那等於叫不要開嘛 我不相信有哪一間健身房器材 可以不混用的 那我跟你講你這句話出來了 健身房哪一個敢開的我都會檢舉他 因為一定混用啦 我直接看你們相關規定之後 等於是叫我們不要開啊 你們這樣的我沒有辦法開啊 我要如何開 我要怎麼開 所以我請相關局處 相關的政府單位 你們可不可以 第一個中央跟地方到底是 因為我們今天打了蠻多種電話去問 沒有一個明確答案 因為中央跟地方似乎 情愛糾葛 愛恨交織 今天就可以花個時間來 所有健身界的好朋友可以來看了 這是我們今天去官網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 7月13號教育 場域適度放寬及 防疫管理措施 右下角寫的2021年7月8號教育部 把它公佈出來的一張公告 好 大家看到了嗎 一張公告 那 第一 實連制 OK 這簡單做 就是他媽的場館外面貼一張櫃台下面貼一張紙 然後我們去檢查你有沒有實連 就是實名制啦 第二 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第二第三 這個在 5月15號封禁之前 我們就是這樣做也沒有問題 第4 研究有非常大的問題啦 使用個人運動器具 個人 個人你懂我的意思嗎 bro 個人 聽來的政府的官員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個人 個人是健身房是他的 他用過的不能 禁止混用 那等於叫不要開嘛 我不相信有哪一間健身房器材 可以不混用的 可以不混用的 你說用完之後清潔消毒 酒精噴一噴 或是那個綠水噴一噴 漂白水噴一噴擦一擦 客人我們放毛巾 放酒精 這個我們也之前就做過 這個我們每間餐館之前都有 在還沒 有疫情的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做 就是有酒精 有布 你隨時可以拿去噴 但是你說 你說你說 不得混用 那我跟你講你這句話出來了 健身房哪一個 敢開的我都會檢舉他 因為一定混用啦 好啦我好亂喔 我好亂喔 你這一條我真的很亂 使用個人進動器去禁止混用 所以我現在是 到底到底可不可以開 符不符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符不符合 可不可以開 I don't know bro 你一個行政命令下來 我們一定配合 我相信所有做生意的人 大家都 謝謝 謝謝 我們都一定配合啦 但是問題在於說 你今天 你講不清不楚的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看不懂 違解封 我測不懂 地方政府也沒有會有消息 到目前為止 大家 把人家心 懸在半空中 對沒有錯 懸在半空中 掛在半空中 沒有錯 不用想太多 因為目前為止 所有的規定 所有的確定 都做不出來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希望政府 有關政府單位 可以 講清楚 說明白 讓我們這些業者喔 因為頭前你要叫 完工回來 你要開始發薪水了 你要開會 你要消毒 你要籌備 你休息了兩個月 然後忽然把人叫回來 馬上上班 怎麼可能 所以你政府 勢必要給我們一個 緩衝時間 讓我去把員工叫回來吧 對不對 那 怎麼做 我現在真的是 看到浮沙沙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 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 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 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即時新聞不漏接